欢迎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一集我们来聊一下台湾的M60A3TTS巴顿战车 以及CM11永虎战车的升级案的下集 在上一集我们介绍过各国他们的升级方案 不过在这一集我们将所有的方案放在一起 跟各国现在的主力战车做一个比较 大家就可以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反对 台湾这种升级半套的做法非常的不划算 画面中左边这一辆就是M60A3TTS 目前台湾有460辆 右边这一个是台湾的CM11永虎战车 它是一种混血的车子 就是M60的车体再加上M48的炮塔 所以它的炮塔比较轻 可是空间比较小 那M60A3战车它的炮塔是整个M60战车 经过优化之后的炮塔 所以它的炮塔内部的空间比较大 大家另外也可以发现到M60 它上面车掌这一个枪塔 这边这个是武林机枪 那我们台湾自己组装的永虎战车 上面也是武林机枪但是就没有枪塔 所以可以由炮塔的外观这边就看得出来 像这一辆就是CM11 因为它的炮塔就是比较浑源 而M60它的炮塔这边就是有销尖 所以它有一个锐角存在 我们先来看一下台湾的威胁 陆军经常告诉大家说 第一波上岸的都是属于两栖登陆战车 或者轻型的战车 那中国目前最强的就是ZTU154黑豹轻战车 大家要留意到它已经安装了复合装甲 还有反应装甲 所以整个车子的结构外形 包括它的主炮是腰动五公里的主炮 跟我们的M60战车 永虎战车的主炮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情况下 我们的战车遇上了ZTU154轻战车 其实并没有任何的优势 尤其在装甲的部分 它可能它的防护力比我们的M60 跟我们的CM11都还要好 因为它的复合装甲跟反应装甲 基本上就挡得住我们的腰动五公里战车炮 远距离的射击 所以针对轻战车的部分 我们的主力战车竟然没有任何的优势 那这样我们难道不会想要 强化我们的打击火力吗 更何况中国解放军 他们的主力战车994 它最新的型号是99A 它的主炮是125公里的滑塘炮 而且它也包含了复合装甲跟反应装甲 万一假如让994战车登陆之后 其实我们的主力战车 面对它根本就毫无招架之力 所以我们所看得到的威胁 当然很多人会说那我们有托式飞弹 还有标枪反战车飞弹 地狱火反战车飞弹这些 我们现在要讲说交战的时候 当然是综合火力的使用 可是进行阵地战的时候 你经常是需要战车对战车 给予火力的压制 可是我们的这两型战车 根本就没有办法来面对中国 不论是994还是154 这一类新型的战车 这一集来补充介绍一下 美国的L3公司 它的毁灭者 它是M60A3的改良型 主要在于换装了一门 要两栋公里的滑塘炮 就是跟M1A1一样的主炮 然后再加上这些柵栏式的装甲 另外它也换装1200匹马力的引擎 还有强化了扭力杆 也安装了侧群 甚至连抑压悬吊系统也都安装了 另外在车身的正面 安装了抗弹的钢板 也改良了整个驾驶舱 也更换了原来的炮塔旋转的抑压系统 改为电动的炮塔 因为抑压的炮塔在被炮弹命中之后 很容易起火 所以现代的战车也都已经更换为全电动的炮塔 另外在上面安装了一门25公里的炼炮 这个遥控武器站安装了就是M2 布莱德雷装部战车上面的25公里的炼炮 然后也换装了先进的火控系统 还有增加了发电机的供电能力 所以在这情况下L3Destroyer 这一款战车其实它的标准就蛮符合目前我们陆军他所要做的升级方案 可是假如你要升级到这个程度的话 那这一辆战车其实你也只剩下了这个车壳 还有这个炮塔的主体而已 其他每样东西你都要加上去 但在这情况下当初美国的报价 它就比M1A1还贵了100万美元 在这情况下大家会觉得 那我买M1A1就好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买这个60年代的主力战车的这个主体设计 这种老旧的设计呢 所以其实升级到最后大家会觉得 那个钱其实省不了多少 干脆你买新的战车算了 当然在M60系列的升级案里面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土耳其的M60T Sabra 为什么会说它引人注目 是因为它除了升级之外 它还投入了实战 大家可以看到它车体的正面强化了装甲 侧群也有 主炮换成要两栋公里的战车炮 滑塘炮 就是跟M1鲍2都一样的战车炮 保留了原来车长的武林机枪 可是在炮塔的周围又加上了很多的复合装甲 目前看起来车身正面这个应该是反应装甲 反应装甲就是它里面是有炸药的成分 所以当反战车飞弹反战车火箭打过来的时候 它会引爆这个炸药来抵消它的破坏力 再加上以色列的射控系统 所以土耳其的M60T Mark II 它基本上也被大家公认为是目前M60系列的升级方案里面最成熟的 也是战力最强的 这是土耳其他们提供的资料 他们甚至也准备加装了主动式的防御系统 来强化它的防护能力 所以战车并不是只是有厚重的装甲 它甚至需要有完整的作战系统 还有整个止管通勤兼针 加上火力各方面的整合 所以说土耳其的M60T是M60升级方案的极致也不夸张 像照片中这个也加了一个遥控武器站 然后它在这边也有镭射接收器 你看车身这边有这么多的Sensor 当然土耳其他们的承包商也推出了另外一个改良型 就是更换炮塔 可是这一类的升级方案只要连炮塔都换掉 基本上就不划算 因为那你就剩下原来这个车体而已 所有东西都全部都换了 那其实一开始就买新的战车就好 不要再去升级了 所以世界各国他们升级M60A3战车的重点在于 第一个更换它的火力 升级到跟M1A1还有鲍二一样的 要两栋公里的滑膛炮 另外加装遥控武器站 还有更新射控系统 在防护力的部分加装了复合装甲 还有装甲侧群 反应装甲 甚至还有主动防御系统 还有最新的反无人机的系统 在机动力的部分更换引擎 把马力输出增加到1000匹马力以上 A2T便宜多少 我们把我们现在的战车跟欧美各国他们现在的主力战车放在一起 我们就知道这个世代的落差有多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第一行是我们的M60A3 TTS 我们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改装 就是当初从美国买来的就是这样 像它的引擎输出就是750匹马力 然后它的火炮就是要动五公里的悬塘炮 就是英国的L7这个系列的火炮 这个就是北约上一代的火炮标准 在台湾目前有460辆 那台湾自己组装的CM11永虎战车 它基本上因为炮塔比较轻 所以它只有50吨 跟原装的M60A3 55.6吨比起来稍微轻了一点点 同样的主炮是腰动五公里的悬塘炮 曾经有试过外挂反应装甲 只有两台的战车有进行实验 结果因为重量增加太多 所以扭力杆承受不了 所以就没有普遍的来安装 引擎的输出同样是750匹马力 台湾目前有450辆 而台湾最新采购的M1 A2T 它是美国在2019年替台湾所设计的 采用12栋公里的滑塘炮 就是M256A1 44倍径的滑塘炮 44倍径就是口径的44倍 是它炮管的长度 当火炮升级之后 它的载弹量就会下降 所以要两栋公里的战车炮 在这一个世代的战车 大概都只能攜带40发左右的吸弹量 M1 A2T采用AGT1500燃气涡轮引擎 就是汉诺威 我们有的时候也开玩笑说是好甜蜜 这一家公司他们所生产的 其实这个引擎是属于一种航空引擎 输出的马力是1500匹马力 当然我在前几集有讲过啦 美国不太会做柴油引擎 很多人对我这句描述有意见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像美国在战车 它要做出1500匹马力的柴油引擎 对美国来讲是有困难的 同样的在船舰上面 美国假如要做出像MTU 他们的那个柴油动力的引擎 对美国来讲也是困难的 所以美国他们就采用了燃气涡轮的引擎 来作为主要的动力来源 所以我才会说 美国不太会做这种大型的 军用柴油发动机的原因 就是从这两件事情来看 当然其他的卡车那些 他是做得出来 可是真的要塞进去战车里面 1500匹的柴油引擎 对美国来讲就有点困难 当然M1A2T 他也换装了最新的热影像显示器 车长也有独立的热成像仪 还有数位地图 最重要还有联合战场指挥平台 而且他也有列尖能力 就是由车长发现目标 来超越射击指挥 接下来介绍豹2A7 最新的型号是V 重量是62.3公吨 大家就发现 其实在这个世代的战车 因为使用复合装甲 所以他的重量都突破了60吨以上 只有少数的战车不到60吨 主炮也是要两栋公里的滑膛炮 豹2A2他有很多的型号 因为出口的国家不一样 所以选用的炮管长度也不一样 所以有44倍镜也有55倍镜这两种 那他采用MTU的MB873型的12气缸材油发动机 输出的马力是1500匹马力 豹2A7他的推重比达到美工顿24.2匹马力 高于M1A2T的美工顿23.8匹马力 当然在历年北约的射击竞赛里面 豹2他的射击成绩普遍是比M1还要好 这归功于德国他们的炮吻系统 大家应该记得在炮管上面倒香槟 在越野奔驰的那个影片 接下来介绍韩国的K2黑豹 这是韩国在2014年所研发的 他的重量是55吨 采用复合装甲 而且主炮是120公里55倍镜的滑膛炮 值得一提的是他安装了主动反飞弹系统 还有反应装甲 他也采用德国MTUMB883 12气缸的水冷柴油引擎 输出马力也是1500匹 他的推重比达到美工顿27.2匹马力 他的悬吊系统比较特殊是采用B悬吊系统 就是油压气压的混合悬吊系统 一般战车常常使用的是扭力杆 那很多国家假如愿意可以拉高制造的成本 而且希望有更好的机动力表现的话 那就会采用这一类的油气压主动式的悬吊系统 另外韩国的K2黑豹 他也是采用自动装填系统 所以他的成员只有三名 很多国家在近代都已经将装填手 这一个植物由自动装填机所取代 所以他们的成员只要三位 这在扫子化的现在是非常有利的 接下来介绍日本的104 他是日本在2012年所研发的 他的重量比较轻是48公盾 采用复合装甲加上均直装甲所组成 所以基本上他只有正面的装甲 防护力是比较好的 这也是一种制造上的妥协 那他的主炮是采用日本制缸 他们所制造的12栋公里 44倍径的滑塘炮 在前一代904战车上面的12栋公里的滑塘炮 是由德国莱茵金属所授权生产的 那因为车子比较小 所以他的装弹量就比较少 只有36发 采用水冷V型8气缸四行程的柴油引擎 输出马力是1200匹马力 他的推重比是每公盾27匹马力 也是采用油气压主动式悬吊装置 接下来介绍俄罗斯的T90 他是俄罗斯在1993年所研发 他的重量是46.5吨 采用多层复合装甲 他的主炮是125公里的滑塘炮 但是大家要记得 俄罗斯系统的滑塘炮 包括中国在内 这一类的滑塘炮 他是采用弹头跟发射药分离 这种两段式的装填 而且都是采用自动装填机 那自动装填机的位置 是在他的车身的底部 所以经常会战车被命中之后 引发的训爆会把炮塔炸飞起来 而在欧美各国 他们的战车设计是将 他们的弹药设计在炮塔 后面的弹药舱里面 那被命中之后 这个弹药舱 他有一个向上宣泄的开口 所以成员受到的保护 就会比较多 当然鲍二也有一部分的弹药 是放在车体内部 像美国M1战车 他就是全部放在 他防爆门之后的弹药舱 所以鲍二一般认为 他被命中之后 他的防护力恐怕是比M1要差一点 那M1在目前所有的战史上面 有发生成员殉职的状况是比较少的 T90他在装填机里面有22发 另外在车体里面还有另外21发的备弹量 主要外面采用爆炸反应装甲 他采用了12气缸增压柴油发动机 输出马力是1130匹 推重比是每盾24匹马力 悬吊系统是扭力杆设计 成员是三个人 中国的994最新的型号是A型 它是中国在2011年所研发的 车重58吨 采用陶瓷复合装甲 主炮是98A型 125公里的滑膛炮 另外他还有安装 雷射压制观瞄系统 就是致盲雷射 可以让敌人的射手、车长、眼睛能够受到伤害 他也是装填机里面有22发 另外19发在车身里面 采用爆炸反应装甲 采用一具12气缸涡轮中冷式柴油引擎 输出马力是1500匹马力 推重比是每公顿24.85匹马力 悬吊系统采用扭力杆 加液轮式抑压避震器 它的成员是三员 另外介绍黑豹式轻战车 是中国在2011年开始研发 不过现在有更新的改良型出现 车重是35公顿 采用标准钢、装甲防护 主炮是1.5公里的线塘炮 就是滑塘炮 车内被弹38发 有复合装甲跟反应装甲来外挂 所以防护力非常的好 采用柴油发动机 输出马力是1000匹马力 推重比是每公顿27.2匹马力 成员也是三员 所以它也是有自动装填机 看完这张表 大家一定可以比较的出来 在现今的战场上 我们台湾的战车 不论是M60A3 TTS 或者CM11永虎战车 它落后各国的主力战车 一个世代以上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大家会告诉我说 漏掉了英国跟法国 所以在这边做一个补充 英国最新的是挑战者三型 它是英国在2020年最新研发的 车重是66吨 是近代主力战车里面最重的 采用复合装甲 最新的挑战者三型 它采用蓝银金属的 12栋公里 55倍径的滑塘炮 所以也是非常的长 这比M1的44倍径的滑塘炮还要长 炮管越长 它的射程就越远 另外挑战者三型也安装了 主动式的防护系统 它采用益气悬挂 基本被弹应该是47发 因为相关的资料比较少 所以这是挑战者二原来的被弹数量 应该差距不会太大 它也采用法国最新的赛峰指挥官瞄准具 所以整个几乎是英德法三国 他们的科技结晶 不过大家就看得出来 因为它车重比较重 所以它的速度就比较慢 它没有自动装填系统 所以成员也是四个 另外法国的雷克勒 是法国在1993年研发的 车重是53.7吨 算是比较轻的战车 也是采用复合装甲 它采用法国自己制造的 要两栋公里52倍径的滑塘炮 常常被大家笑说 小车扛大炮 另外近年也有研发出反应装甲 可以进行外挂加强它的防护能力 采用了法国自己制造的柴油发动机 输出马力也是1500匹马力 推重比是每公吨27.52匹马力 所以推重比算是高的 也是采用液气压的悬吊系统 因为采用自动装填系统 所以它的成员只有三名 这蛮符合法国因为少纸化的关系 人力不足而做的一些安排 所以这一张就是目前世界各国最先进的主力战车的列表 大家就看得出来 我们假如要跟上世界的潮流 就继续买M1 A2T就对了 那当然我要帮大家介绍一下 我所整理的M60A3战车它的升级方案 我也做了一个整理 前面这两栏就是原装的M60A3TTS它的规格 还有CM11永虎战车它的规格 而目前陆军释放出来的消息 我们知道M60A3TTS它的升级 应该会在外面装甲的部分 可能会一部分采用类似猎豹轮型炮车 它的悬甲专案的设计 所以可能一部分外挂的复合装甲 会用在M60A3TTS的升级案 或者CM11的升级案里面 可是在主炮部分仍然沿用原来的 要动五公里的悬塘炮 另外M60A3的升级会采购新的发动机 所以它是1050匹马力的引擎 而CM11它也会采购新的引擎 可是仍然会沿用750匹马力 在这情况下不晓得扭力杆能不能承受得了 1050匹马力的输出 射控系统部分会采用中科院 他们在猎豹轮型战车上面 所研发的成果 所以到时候应该升级的数量 恐怕不会是原来的这么多 因为还有108辆的M1战车的情况下 原来的460辆M60A3TTS跟450辆CM11 不晓得有多少的车子会获得升级 另外M60Fonex就是凤凰 这是约旦在2004年进行的升级 它采用瑞士的12栋公里滑膛炮 加装了很多的复合装甲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车子上面布满了外挂装甲 引擎也同步升级到950匹马力 另外采用雷神公司的射控系统 还有我前面介绍的L3Destroyer 后来这个专案也转移到了雷神公司 成为M60A3SLEP 这在美国是2012年开始研发 不过目前没有国家采用 它也换装了要两栋公里的滑膛炮 包括了更换了1200匹马力的引擎 还有扭力杆 还有变速箱 以及L3整个射控系统的升级 接下来是以色列的马哥奇7C 这是它最后的其中一个型号 它是以色列在1980年代所进行的升级方案 仍然沿用原来的1.5公里的悬膛炮 在外面加装了被动装甲 引擎换装了908匹马力 也更换了射控系统 这也是近代的升级案里面 唯一没有动到主炮的方案 不过马哥奇7C这个系列 已经退出了以色列他们的战斗序列 因为后来衍生出了 Sabra Mark 1几乎就是马哥奇7它的土耳其版 可是换装了要两栋公里的战车炮 以色列用这个方案投标土耳其的升级方案 所以将引擎升级到908匹马力 然后换装了新的强化的扭力杆 还有以色列的射控系统 但是后来得标之后 经过以色列跟土耳其的研讨 他们就选用了Sabra Mark 2 就是M60T的这一个规格 就是将整个车子再进一步的强化 包括压两栋公里的战车炮 还有复合装甲跟反应装甲 以及换装德国MTU881的柴油引擎 有1000匹马力的输出 另外扭力杆跟悬吊系统也进行更换 换成拖曳背式的悬吊系统 土耳其最后升级了170辆的M60T 所以数量也没有特别多 在这情况下 陆军假如真的要升级 这么多数量的M60A3还有CM11 其实真的是会有规模经济 恐怕是可以跟国际级的大厂 来进行合作 尤其是要两栋公里的战车炮 这在目前看起来 这个已经是一个基本的规格了 而不能一昧的说服自己说 DP上来的都是轻型车辆 因为你养了这么重的车子 结果它的火力竟然还是要动5公里的 战车炮 这不是很可笑吗 假如你要要动5公里的战车炮 那你就跟日本一样啊 它用16式的机动战斗车 去取代744旧的那个主力战车 所以我们就用猎豹炮车 来取代你的机部旅里面的这些战车 就可以了啊 这样你要动5公里的炮弹也有地方可以用啊 所以在这个逻辑之下 其实想不太懂 为什么要在装甲铝的部分 继续使用这种要动5公里的战车炮 然后将这个升级案做半套 这觉得是非常的可惜 对于国防资源来讲 并没有发挥它最大的效益 所以经由我这张表 大家应该很容易就理解出来 在各国的M60升级案 只要它是2000年之后的升级案 其实主炮都换成12栋公里的滑塘炮 没有换成12栋公里的滑塘炮 只有以色列在1980年代的马哥奇七 这个是原用1栋5公里的战车炮 可是之后的 大家都升级到12栋公里战车炮 而我们在2024年 现在才要进行升级的方案 竟然还是使用 腰动5公里的战车炮 然后你告诉大家说 第一批上岸的 都是轻装甲的车辆 可是人家的轻装甲的车辆 的防护力 就已经很强了 然后它的主炮 竟然跟你的主力战车又一样 那假如不小心 它994杀上来的时候 那你要用什么把它轰下海 反装甲飞弹那些 是其他的不对称作战 可是你要基本上有传统武力PK的能力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其实比较倾向 陆军应该持续采购M1A2T 将台湾西部 甚至澎湖这边的主力战车 都逐步换成M1A2T 因为它整个架构 跟M60比起来 这个已经差了一个世代了 你花了再多的钱在M60A3上面的升级方案 其实它发挥不出M1A2这个等级的战力 这差距太悬殊了 这在国防资源的分配上面来讲 是非常的可惜 假如因为要消耗要动5公里的战车炮 那就采购猎豹轮行战车 也同样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所以应该是把装甲铝的部分都换成M1A2T 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好了我们这一集就简单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台湾接下来陆军要升级M60A3 TTS八顿战车 以及CM11永虎战车 面对中国的15世黑豹轻战车 甚至99世系列的主力战车 其实完全没有胜算 跟土耳其的M60T Cebra Mark II这个升级方案比起来 台湾陆军的升级方案只有半套 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可是假如仔细下去分析升级方案 所花费的国防预算 可能会发现 它并没有比买M1A2T便宜多少 或许就便宜那么一点点 可是在可以发挥的战力部分 却又是天壤之别 非常的可惜 好了我们这一集就为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